在一众带播的古装剧里 长月静明的人气一直都非常高 不仅在站内的预约数早早突破了200万 各大数据网站的前景预测也是非常的好 妥妥的微波先火 众多剧粉都在翘首以盼地等待起播出 近日长月静明也是非常惊喜的 正式举行了线下的粉丝见面会 罗元熙 白露以及陈都灵等在一众主演悉数出席 在现场不仅介绍了各自的角色 和还原了诸多剧中的名场面 互动环节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特别是两位主角CP赶进显 结合此前网传的播出时间 以及现在的发布会的召开 还有站内的各种的预热 种种信息也是表明这部万众期待的古装仙偶王炸剧 首播是真的要来了 一旦开播 就以长月静明目前表现出来的实力而言 绝对会是当季最大爆款的候选者 相关的成绩必定会非常优秀 电视剧长月静明是由居绝亮指导 原著作者腾罗未知担当编剧 居绝亮的指导水准很高 镜头语言以及画面的质感和美感都非常在线 在有着亲妈编剧的助阵之下 也是让剧集的质量非常有保障 而长月静明在囊括了以往成功仙偶剧的神魔设定 多是情缘等元素外 还新颖地加入了时光回溯 先婚后爱等新颖的设定 以男女主的感情线成长 以及神魔和天下大意为导向 讲述了一个既为美又内心的仙侠故事 非常的有吸引力 从目前已知的剧照和片花来看 该剧的服务道水准非常高 每个角色的服装搭配都和角色本身的设定强关联 在兼顾美感的同时 也凸显出了角色最主要的特质 场景搭建以及特效等方面也看得出来是花了钱的 非常的高质量 称得上是一部制作精良的作品 在演员方面则更不用说了 几乎囊括了时下颜值演技兼备的实力派年轻演员 并且每个演员在剧中都将分式多角 可以说是把颜值及正义的古装剧成功法则 牢牢地握在了手上 素有古装男神之称的罗云西担当男主 在剧中将分式三角 赴黑魔神 儒雅书生等形象来回切换 不仅造型一个比一个帅气 而且角色的吸引点也是一个比一个多 在古装经验丰富的罗云西诠释下 也是非常的有看点 女主白露 也是公认的古装女神 长相甜美 气质清新 古装剧更是堪称其的舒适圈 演一步火一步 长跃进明里 白露也是将分式三角 古装造型为美 对于角色的把握也是相当精准 代入感极强 罗云西和白露此番也是既办事蜜堂办事 伤后二搭合作 两人不论是私下里的关系 又或者是剧中的默契程度都要来得更好 在发布会上的各种互动 也是进行CP感 剧中的各种同框同样也是非常登对 巨男美女的双A组合就是优秀 配角方面 担当女二号的陈兜玲 是这两年人气飙升的实力型小花 在梁晨爆火后 陈都玲也是成为了各种大AP剧集里的常客 绝美的古装 甜美的外形条件 以及和角色的超强适配度 都让大家非常的期待 男二号邓维 也是人气非常高的实力型小生 凭借着《御龙展露》头角后 也是出演了多部古装大剧 前段时间的《众子里》 就有着非常不错的发挥 这次在新剧中的表现 也是非常的受关注 《盛夏的演员》中 孙珍妮是甜美系的小花 在剧中略有反差感的红衣造型 也是非常的出圈和让人期待 张芷希则继续延续了古装的好状态 单装又唯美 这次还将饰演女主的妈妈 其和白露的对手戏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存在 至于雨波 黄海滨 以及萧顺瑶等一众男配角 则各个颜值出众 每个人在剧中都将会有非常出色的表演 为整部剧注入了更多的能量和竞争力 由此可见 长月静明在制作 剧情 以及演员阵容上 都具备非常强的实力 综合竞争力非常强 在没有其他古装剧定档的次月 长月静明开播后的前景必定是一片大好 妥妥的爆款预定 虽然 官方还没有正式官宣开播时间 但以剧方目前的种种动作来说 官宣定档或许也是很快就会来到了 对齐 大家是怎么看呢 对齐 对齐